狗子正在被主人强行关到笼子 可他却奋力挣脱链子 转身撒鸭子就开跑 路人不但没有一个帮助狗主人拦紧 而且还有人拍手称快 那么这个狗主人是如何让路人反感 让我们回到几分钟前 只见一个男子牵着一条狗走在大街上 他们来到面包车旁停了下来 后面紧紧跟着的是狗狗的主人 他在等牵狗的狗贩子 把狗装进笼子里秤一下有多少斤 然后付给他钱 没错 他要把自己养的狗卖掉 这些狗贩子收回去的狗是什么下场 不用我说 想必大家也清楚 狗狗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他只知道主人把狗链子交给别人 然后他就被一路拉着过来 面对路人的围观 狗狗显得很害怕 平常的生活中 他并不想可以四处游玩的状态 他应该是常年被拴着羊 主人也不是很待见他 日积月累 养成了胆小怕事的性格 看到这个唯唯诺诺 吓得到处张望的狗狗 围观的人群也在劝狗狗的主人不要卖 因为他们也不想看到这条狗 过两天成为别人碗里的菜 狗狗的主人却没有理睬路人的话 在狗贩子把狗准备装进笼子的时候 狗狗的主人还用脚踩着笼子帮忙 我想 这时候狗狗也慢慢明白了 主人已经不要他 他也对主人彻底死心 所以他决定反抗 也幸好狗链子不是很牢固 他成功了以后 头也不回地开跑 路人还为他加油 狗贩子不想错过这条体型很大的狗 一路狂追 狗狗可能还是放心不下主人 他居然在往回跑 看到凶神恶煞的狗贩子还在追他 他只有继续躲避 可能他以后会成为一只流浪狗 我也不知道他的主人是缺包大米 还是买不起菜 才做出卖掉他的决定 事已至此 我只希望他不要再自己回家 因为那个地方已经不是他的家 流浪 起码生活的自由自在 当然 也希望有好心人遇到他 给他一个幸福的下半生 让他不往来到人世间走一遭 那么你愿意为这条狗狗点个赞吗 如果你有什么话想对狗狗的主人说 请打赞评论区 我们一起讨论